他拿刀子 要吸 黑衣男子手持菜刀不動喉嚼 並且大力敲打社區大樓管理室的窗戶玻璃 雖然嚇得關緊門窗 附近住戶見狀也馬上逃離 並且報警處理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中青路 一段移動社區大樓外面 16號下午 一名29歲男子情緒失控 遲到追砍鄰居 附近住戶全被嚇壞 放下來 我放什麼 放下來 我放下來 爬下 開槍 警方貨報到場 遲到男子依舊不配合 持續的大吼大叫 警方隨即將他壓制在地 牽狗尿尿 好像弄到他的車子 他很不舒服 就跟他吵了起來 然後他再從他車上跳下來 他把車關門放在身邊 附近住戶表示這名遲到男子 也是大樓裡的住戶 會把車停放在路旁 疑似不滿鄰居帶狗散步 尿在他的車邊 雙方發生口罩後情緒失控 隨即遲到追砍 嚇得鄰居躲進社區的管理室求救 警方表示這名男子 事後情緒依舊是非常的激動 目前已經將人送醫 後續也將依法移送 TVBS新聞來從廖牌台中采訪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